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 很開心和大家一起 我們再有今天的《色經》網上討論會 我們仍然是說四年充滿的 而我們今次是 最後講到心靈醫治的第三個經文 就是《以漢福音十四章二十七節》 大家都很熟悉的經文 就是講到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這個經文其實是很簡單的 但是我們依然去問一個問題 想大家去思考一下 就是什麼呢? 這個經文 從什麼地方我們看得到 它是可以講一個超自然的經歷 不單止是說信耶穌之後 心靈覺得平安 因為有很多人解釋這個經文 就是說信耶穌之後 人就很平安、很輕鬆 所以有平安 在這個經文有什麼地方 是證明它是可以是一個一次的 強烈的經歷神的超自然的醫治 令到我們有超自然的平安 有沒有人想回答? 因為它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賜的 就是不是屬世的 是屬天的平安 是超自然的平安 OK好 這個是第一 但是這件事 剛剛你所講的 傳統教會的人都會接受的 他們都說我們的平安是超自然的 我只是說那個 平安來的方法 他們就認為就是 因為我信耶穌 所以我心裡平安 我們就說 聖靈可以一次過強烈的 把平安放在一個人的心中 譬如他心靈有憂傷 有痛苦 可以忽然間經歷神的平安 湧入他的心中 我就想問一下大家 這個經文有什麼地方 支持這件事 是一個一次性的強烈的經歷 因為這裡說 我將我的平安刺給你們 就是說 本來沒有的 神耶穌就將這個平安給我們 就就是說 不是一個好像從思想 因為信耶穌 所以心裡面就平安、輕鬆 而是聖靈可以將平安 耶穌可以將平安 忽然間放入我們的心中 經歷一個超自然的經歷 就是好像譬如我們 有時候幫一些人 他本來很憂傷的 跟他祈言討 他立刻覺得輕省、輕鬆、舒服 這樣就可以使用作為傳呼音 以及幫人心靈醫治 這個是我們時常都有的情況 甚至我可以很肯定這件事發生 就是我會跟一些人說 我說 當你的心頭進入的時候 你是可以經歷到神給你的平安 就是說在祈禱之前 他是沒有的 然後祈禱後 他就開始經歷到一個強烈的平安 進入他的心中 那當然這個強不強烈 就是有時候看人 但是有些是非常之強烈的 那這個 我將我的平安刺給你們 是說到一個可以是一個 強烈的一次性的經歷 那我自己曾經就是為人祈禱 有發生過很多次很奇特的經歷 都是一次性的 就是一個強烈性的 一次性的意思不是說 就是以後不會再發生 就是不會再發生 而是說 是真是 當時來講 是一個強烈的聖靈的臨載 那 有一次我為一個人祈禱 奇言島他說 哇 就是奇言島之後 他就說 咦你還在這裏 那我說 為什麼你會問我 我還在這裏呢 他說我去了另一個地方 很平安很舒服 我以為我自己去了那裏 就是你已經不是跟我一起的了 那這個很特別的 就是那個經歷 很平安很輕散很舒服 那也有時候 有些人形容好像 在一個瀑布那裏 那神的平安湧到心裏面 是非常之輕散平安 有些重膽啊 即時得到釋放啊 那這個真是很 很奇妙的經歷 那這個是 是真是一個 就是好像 在一秒鐘之前沒有的 然後在 另一秒鐘 忽然間神的平安降臨 那這個就是我所講的 這個超自然的經歷 在一秒之前沒有的 然後呢 當那個 東西發生的時候 當聖靈 忽然間 強烈的工作的時候 忽然間呢 他就強烈地經歷 聖靈 帶給我們的平安 那 所以這個呢 也是心靈醫治的一部分 因為我們這次是講到 聖靈能夠帶來心靈醫治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聖靈工作可以帶來不同的 不同的工作 和不同的更新靈命啊 各方面對我們的祝福啊 而我們這三處的經文呢 是講到心靈醫治的 那平安和心靈醫治有什麼關係呢 那我自己曾經 就是我以前在傳統教會 侍奉了很多年了 那我自己都發覺 有些人我是很難幫到的 就是為他祈禱呢 他是 就是當時來講 我主要是輔導他們的靈命啊 那祈禱呢 就只是就是 求神 安慰他的心啊 求神幫他啊 那但是事實上 祈禱呢 是 他都沒有講到說 會有什麼特別的經歷的 那這個也都不是我當時的期望 只是說呢 神啊你看看你做什麼工作 那但是往往呢 是不會看到即時的工作的 那但是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呢 為人祈禱呢 就是有些人他們很大的憂傷都走出來 即時呢是很大的平安 就是他聖靈充滿之後 就能在他身上 就是他身上 就是他身上 帶來的醫治 所以這個是聖靈的工作 是很明顯很真實的 就是在 有時在集體祈禱 有時在按手祈禱的時候發生 那就 平安就是說 將這個我們的重擔拿走 將我們的煩惱拿走 整個人呢 聖靈 得醫治 那這個就是 平安帶來的果效 另一件事我想講一講 有時有些人說很激氣、很不開心、很煩惱、很想罵人 那種情緒的爆發 神的平安也可以在這時候幫助我們 在這時候如果我們打開心 主耶穌說我們愛慕你、感謝你、讚美你 我們歡喜你或者跟一些詩歌去讚美神 神的平安也可以臨在去醫治那個人 即是即時帶來醫治 讓他即時覺得輕省、立刻覺得平安 那就是說一方面有一些長期性的 即是本身也有長期的痛苦的心靈醫治 另一方面就是有些人在一個很爆發性的情緒 在一個很發怒的情況 聖靈都可以臨在去幫助我們 譬如有時我們基督徒 我們自己的心裡面很激氣 那即時祈禱神可以將神的能力 臨在我們身上的 那有一次我又聽一個見證 在網上的一個見證 有一個人就這麼說的 他就當時很煩惱 他就在一個去到一個宣教的地方 放在一個車上 就見到一個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呢 就走到他那裏 就把一個蘋果給他 他當他摺了這個蘋果的時候 忽然間個人是很平安輕省 那後來發覺那個小朋友不見了 即是神用一個可以看得見的 這個儀仗的方式呢 讓他經歷到 神即時將平安放在他的心中 那這個很特別的經歷 即是一時之間經歷神的平安 那我自己也是時時都應用這件事的 譬如我有些事情發生 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但是我的心裏面都是說 神你一定幫我們的 神你一定祝福的 所以我 我是會選擇不用激氣的方法 而我是能夠保持在平安的狀態 即是我能夠平安輕鬆 因為神與我同在 我就興省平安 我也都深信 我激氣爐槽呢 只會帶來更大的破壞 是我不想的 那我今天呢 主要簡單就講到這個 心靈醫治其中的部分呢 就是賜給我們平安 也都可以運用的 幫助一些人 他們很激氣呀 很濃躁呀 那我們可以告訴他們 我跟你祈禱呢 你是可以更加平安的 所以這個最好的就是我們要操練 操練多為人祈禱 而發覺呢 真是聖靈的能力臨在 帶來更大的工作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操練 建立到這種的 聖靈帶來的能力 讓我們可以在 不同的情況可以幫助人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或者 有任何的分享 關於這一方面 就是神的平安 耶穌將平安即時的賜給我們 有沒有人有這些經歷呀 有呀 昨天呢 我女兒回到教會之後呢 就開始不正常的抽搐了 即是 頭又不自然地在那裡 手一齊摸 嗯 那就 嗯 有個姊妹呢 就跟我一起唱歌 以及跟她跳舞 讚美 嗯 因為她四歲嘛 她不認識很多歌 所以自己唱 哈利利亞還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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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跟她唱 那在那裡跳舞差不多四十幾分鐘 那她那些症狀就消失了 但是回到家裡一早還會有些的 嗯 就是差不多昨天有五次這樣的情況發生 哇 五次呀 是啊 但是不是越來越短的時間 OK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OK 但是她本身她都說不到話 第一次她做這件事 就是她突然間這樣 整個身這樣 好像搖著搖著搖著 這樣呢 那就 說不到話呀 說不到自己什麼名字呀 說不到耶穌呀 說不到的 之後後來就越來越好 這樣呢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平安是臨到她身上 那你覺得這是什麼原因 引致她有這種情況呢 嗯 我姐妹就跟我祈禱 因為我其實我真的不是很認識的 她就說 是哥哥呢 平日對她有些不好的東西 落了在她那裡 所以呢 就令到她這樣 在靈裡面混亂 就是 說她的靈魂體 靈出現混亂 就這樣 OK 因為這個也是很強烈的經歷 就是我們 你也要留意一下 看看再有沒有發生 就是 譬如是 會不會是 有其他的因素 譬如 一個是 一個嚴重的心靈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邪靈的影響 是啊 就是說她有邪靈 有邪靈整她 那但是 其實我女兒都會看到靈界的東西的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不是她 她會看到 譬如 趕鬼那些 她會在我的教會看到 看到實體 就是她看到 有趕鬼的情況的 真的鬼 還有 那個聖靈的工作 她會看到的 是啊 所以神會用她的時候 我都覺得 如果攻擊她都不期待 找到什麼原因呢 我就 沒有說 很親近神 她知道的答案 就是 究竟什麼事 神會不會馬上告訴我 我這件事 我還沒有經歷過 神會很強烈地告訴我 這些事情 我還沒有經歷到 可以這麼親密 所以我未必說 可以 我自己的平安就不夠了 應該這樣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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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你的情況 我就會鼓勵你去找我 就是 我們聚會 我們幫你的女兒 不過她很小 四歲 四歲 不過她懂得說話 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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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過這個比較 可能要靈約時間 就是靈約時間 嗯 OK 那這個 因為如果她有邪靈 四歲有邪靈 都是挺嚴重的 如果是四歲有邪靈 OK 那這個我個別跟你談 好不好 好 好 你發個訊息 去我的WhatsApp 讓我再跟你談這件事 好 謝謝你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關於平安 或者缺乏平安 怎樣幫助一個人 在缺乏平安的狀態 就是幫助他們 我分享一下 剛剛呢 我和我教會 有19人 我們有一個祈禱營 嗯 那大家呢 是連續兩天裏面呢 都經歷神很強烈的臨載 就是神的平安 很多人經歷到呢 那個平安是 哇 神很愛我 大家自己都經歷到 也都經歷到呢 神在我們裏面 那個平安之後呢 神也是每一個人 我們19個人 個個都有些得著回去 有領受到自己生命 可以怎樣在神面前呢 更多的突破 那這個呢 就是呢 之前二目斯理教導裡面的 就是 一班 願意開放給聖靈寶作的人 走在一起 祷告 按手 一起呢 那一天長時間呢 我們一天的裏面 有三場敬拜 嗯 第一晚的敬拜呢 是很多個小時在一起 大家都 完了那個時段 啊 差不多一個小時啊 長時間 這樣去敬拜之後呢 大家都不捨得離開神的同在 那個愛 還有呢 我們當然很多人都是在這裡哭啦 因為神的同在很多依字 那這個就是呢 我給回一個的回應啦 就是二目斯理教導裡面呢 嗯 因為我是 就是 統籌啦 那個祈禱形 我就用了你兩個sign的 當時 一個是如何保持 聖靈充滿啦 一個呢 是怎樣呢 在神裡面 是一個真正呢 的信耶穌的人 怎樣去裡面 bring down 有些 怎樣是 結果子啊 悔罪啊 那個過程啦 啊 所以我也要告訴你 二目斯理多謝你兩個sign 不用我們自己做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件事情呢 你所經歷的就是 就是當我們學習去 帶領聖靈聚會的時候呢 會時時會發生的事 那是我們可以操練學習的 就是去練習 那有時候可能 比如帶一兩個 或者幾個弟兄姊妹一起去愛慕神 去感激神 我們自己又很投入 我們又帶領些人很投入的時候呢 那麼我們做慣了呢 慢慢就可以 帶領更多人去經歷聖靈 是 就是我們可以相信 就是這件事情 並不是很難的事情來的 並不是好像不可能的 是真的可以發生的事情來的 那讓我們呢 有信心 我們可以靠耶穌得勝 可以使用這個恩賜 去發揮去祝福別人 希望大家都一步步會 進入這種運作裡面 那其實呢 在我們的 使用操練課程呢 我都會 可以給大家 就是有人有心想 試一下帶大家去祈禱 進入神強烈的同在 進入神的平安輕散 我都可以給大家去操練的 以及去教導大家怎麼做 而這樣呢 就是 譬如哪些人想願意參加 就輪流去參加 那這個也是可以 給大家一個操練的機會 你做慣了之後呢 那你第二天 你做的時候 就會更加容易了 OK 有沒有人回應這一方面呢 就是說 就是我們在聖靈中運作 帶領一班人去經歷聖靈 經歷神的平安 興省安慰醫治 更新改變 有沒有人想回應呢 或者是 發問 OK 如果沒有 我們現在 你是不是星期日的聚會 都會這樣帶領會眾 是啊 我會的 我每次都有 那我要來參加 因為我很少 感受聖靈充滿 當然也試過 但是比較少 我們每次都有的 每次都有按手祈禱的 好啊 是 但是呢 我們星期日的聚會呢 我就說給大家知道 只是簡單說 就是 在十月開始 因為歡迎眾教會那裡 他們的租金突然加升 就會減少我們用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都考慮不同的其他可能性 所以 就是 第一就是趁九月 可以的時候 八、九月開始的時候 就繼續參加 然後那些核心參加的人 我們都會跟你討論 我們怎樣下一步的行動 我一定會繼續有的 不過問題就是 在哪個地方 就是到十月就可能不見 知道 OK OK 我想問呢 耶穌會留下平安給我們 但是有時候呢 人是有一個良心 那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那個良心是 發動給一個不平安的信號給他 那都是為了幫助他 但是如果這麼快就得到那個平安 那他就不知道自己要有些事情更新 如果他生命有問題 他不會得到高度的平安的 這個平安呢 可以說跟他的心靈對神的開放是成正比例的 他越開放 越放下垃圾 他就越平安的 如果他一直 就是說 希望有人為他祈禱得到平安呢 但是他自己呢 又在那裏呢 發怒症啊 怒人啊 這樣呢 他不會得到平安的 就是他會是很有限度的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是需要 知道呢 是一定不會縱壞了他 就是他覺得 我繼續煩惱 我繼續犯罪 我繼續怒人都會有平安 不會的 他裡面一直哩哩的 就是需要悔改 和處理生命的 是 這邊 謝謝 牧師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是 這樣呢 譬如 身邊朋友 或者是見到有些人 其實是 他心理的狀態 可能是 出現失衡 不平衡的狀態 那你剛才就說 會幫助我們去 和人祈禱的時候呢 就是幫助到對方的醫治 我問的問題就是 原來我發覺 我有這個熱誠 但是 我又發覺 我其實自己的狀態 都不是 都不是 那麼平均 平衡的時候 其實可能自己都失衡的 其實這個情況之下 是幫不了別人的 是不是呢 難喔 因為 我們自己 學習 那我本書 輕鬆得性 如果大家 未有的 你可以 和我一會 用WhatsApp溝通 去怎樣 得到這本書 這本書是講到全面性 一方面就是 建立 建立跟神的關係 怎樣從神得力 深信 建立關係不難的 神很歡喜的 第二就是 處理生命 處理所有的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罪 被人影響 任何的人際問題 處理事情的問題 都處理 那由第三方面呢 就是 結出聖靈的果子 和生命的果子 就是 如果一個人 他裡面充滿垃圾呢 無論是什麼垃圾 比如他經常都覺得受傷害 經常都未得醫治 經常都生氣 或者覺得自己很慘 很負面 很悲觀 這些都會影響 他的生命的發揮 所以我們一定是需要處理 就是如果我們發現 我們裡面是有些東西 不平衡的 其實聖靈會告訴我們 我們親近神 或者我們思想歸神 我們發覺有些東西卡住的 比如可能生氣一個人 不喜歡某一個人 心裡面有些怒氣 這些都會影響我們的 那我們發現有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學習去處理了 處理的時候呢 那神又很歡喜 那雖然這個 不是一下子會處理完的 因為人的習慣是很長時間的 那所以這個是需要時間 但是重點呢 就是我們願不願意 真的去處理生命 這個是最重要的 是一定要的 那如果你個別 譬如你發覺有些問題 你很難處理到的 你可以個別找我 我就會去回應你 去談到怎樣幫助你 處理那些問題 好,多謝牧師 OK,好 還有沒有人想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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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 哥倫多後書 有講到這個 哥倫多後書十章五節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熟血氣的 能力 可以攻破一切堅固的營慮 而堅固的營慮 是什麼呢 就是把各樣的計謀 各樣難阻人認識神 那些自高之事 就是人的 那些心裡面那些不好的計謀 或者難阻人認識神那些自高的事 一概攻破了 還有將人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信服基督 將他的心意奪回 讓他完全聽神的話 那這裡講到熟靈親戰 就並不是一路呼喊呼喊呼喊 這樣就解決 有些人以為 說了憤怒的邪靈 那些人就沒有憤怒 這個是 這個真的 聖經不是這麼說的 聖經是要講到處理生命的 不是說 講到親近神得力 然後我們處理我們的罪 我們抗拒 罪的隱誘 試探 當試探來到的時候 我們知道 吃肉的懷鳥胎就生出罪來 罪的掌聲就生出死來 是會 破壞我們的生命的 我們需要 是 這個 情慾和聖靈相爭的 我們需要順從聖靈 不是順從肉體的 所以是 有很多個部分是順從 回應聖靈的感動 順從 也都教導人順從 就是 有時候有些人 兩方面 一個是 熟靈 另一方面 就是 我們人的思想的領域 他們就會 把熟靈 都有分開 親近神 還有 有些人覺得 就是 趕邪靈 解決問題 他們很多時候會說 你有情慾的問題 就跟你說 情慾的靈 你就會 沒有這個 情慾的問題 這個真是 根本是 聖經沒有說到 這麼簡單 如果是這麼簡單 就好 如果是這麼簡單 這些人 什麼問題 我跟他們說完 然後就好了 就很容易 很簡單 但是事實上 人因為 心意 他的思想 是跟從了世界 所以這個 教導 需要教導他 處理生命 幫助他 知道 負面思想 罪的破壞性 於是他需要處理 讓他可以 被神去醫治改變 但是同時 我們都說到 熟靈上就是 親近神 但是有些人 就強調就是 趕邪靈 但是其實聖經 裡面說的 趕邪靈 是說到 人有邪靈 附體的時候 而普通人 他就是親近神 神造工 就是這個部分 就應該是我們強調的 神的臨在 會帶來 醫治安慰 但是同時 他需要他的思想意志 去處理 那些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情緒 讓他不受這些影響 那就將他這些 各樣的計謀 各樣攔阻人 認識神的至高的事 那些他自己的心中驕傲 他依靠自己這些一切 攻破 將他的心意奪回 就是他的思想 他的意志奪回 讓他都順復基督 即是說到 都是這個人 需要順復基督 他才會得意志的 才會他的生命改變的 所以我們明白 就不要一個 單方面 只是聖靈的經歷就搞定了 譬如有些人 他都會這樣找我的 他說 我有很多煩惱 很多問題 你為我祈禱吧 他總是覺得 我祈禱就會搞定的 其實他需要處理 他的內心世界 他需要處理 也都同時有祈禱 而當人 越處理內心世界 越對神 喜悅 歡喜 信從神 他越容易經歷聖靈的更新 他越是心裡憤怒 他越難經歷聖靈的更新 他就需要學習 去放手 就是說 我本來生氣過人 不過那個人是有問題 我為甚麼生氣他呢 我生氣他 反而得不到神的祝福 我就放手了 這就是處理生命了 處理生命就是放手 對於不好的放手 和深信神會給我 所以我不受影響 這樣呢 那個人就可以 興省了 和信服神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喜悅神 感激神所有的工作 數算神的恩典 很歡喜了 這樣的時候 親近神 就容易得到安慰 醫治 和聖靈的充滿 和更新了 我們一起祈禱 結束這段時間 一起可以站起來的 放鬆的人 你家裡如果方便沒有人的 你可以動一下動一下 在那裡跳舞 等你的人鬆一點 可以在那裡笑一下 在那裡呼叫耶穌 等你的心靈開放 整個靈湧向神 那你更加容易 在這段時間 經歷到神的同在的 好,我們一起投入地 去愛我們的主 感激我們的主的大恩大愛 聽我的天父 我們多謝你 讚美你 感謝你 神你是最美善的 神你是最完美的 神你是平安的神 在你的裡面 是有完全的平安 你能夠將平安賜給我們 因為你是平安的神 你是充滿平安 興省的 你真的 心裡面是毫無一種負面的情緒 在你的心中 那些人的那種負面情緒 那些激氣勞草 想放棄的心 悲觀的心態 神在你裡面 是完全找不到這些負面的意念 在你裡面 盡都是美善 盡都是平安 興省的 所以我們可以感激你 我們歡喜你 神臨在的時候 就會帶給我們平安 興省舒服 就能夠將我們的重淡 拿走 耶穌我們需要你 主耶穌我們需要你 我們感謝你 我們有你真好 有一位這麼平安 這麼興省 這麼慈愛 這麼關心我們的神 真是好 我們將重淡都放低 完全放在你的手中 因為知道你會照顧我們的 多謝主 讚美主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現在我用英文唱這首詩歌 就是耶穌講的說話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It'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give It'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understand Peace to know Peace to give 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It'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give It'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understand Peace to know Peace to give 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你將平安賜給我們 叫我們的心平穩安靜 輕輕鬆鬆 因為神你會照顧 凡是愛你的人的生命 每一個環節 每一部分 因為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神你一萬事中做功 叫我們凡是得益處 無論是順境亦境 所以我們不需要激氣怒躁 不需要煩惱 不需要不開心的 我們可以放下所有的煩惱 放下所有的重淡 求主私恩祝福 憐憫我們 加力給我們 與我們同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 深信你是慈愛的神 深信你是我們的目者 照顧我們 所以我們的心就平穩安靜 耶穌說是我的目者 主啊我就平穩安靜 耶穌說是我的目者 我必不知缺分 祂是我唐河在清草地上 令我再可 令我再可 岸見水變 岸見水變 令我再可 野獲博是我的目者 我必不知缺分 他師我唐河在清草地上 令我再可 安揭碎片,我一生一世必有, 人为此爱罪障我, 我者要住在耶窩话的殿众, 直到永远,我一生一世必有, 人为此爱罪障我, 我者要住在耶窩话的殿众, 直到永远,我的心平安静, 好将通过你的爱情,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平安静, 神啊你将平安静赐给我们, 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 必然带领我们,必然祝福我们, 我们就全心兴散, 放下所有烦恼重担, 全心全意去亲近你, 去遵从你走你的路, 耶稣我们需要你,有你真好, 神你是平安的王, 你能够将平安赐给我们, 在你里面有完全的平安, 你都很想你的疑虑, 每一个都是活得平安, 兴散的, 求主帮助我们放下所有的怨气, 所有的烦恼,激气怒嘈, 所有我们觉得, 这个世上不公平的东西, 神是生冤在你, 你必报应, 所以当我们的仇敌渴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水饮, 饿的时候就给他食物去吃, 就是说, 其实, 伸冤在神, 神你一定伸冤的, 我们不需要自己伸冤, 神一定有你的方法, 所以我们见到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不需要激气怒嘈, 我们可以放下重担, 我们可以躺在神的怀中, 轻轻松松, 享受耶稣, 感激耶稣, 主我紧靠你, 主我紧靠你, 尽我心, 以我利益, 主我紧靠你, 以爱感动我, 我心, 将我紧拥抱, 我紧靠你, 我紧靠你, 你紧靠你, 尽我紧靠你, 主我紧靠你, 主我紧靠你, 以爱感动我, 我紧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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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主耶稣多谢你 当我们紧贴你 紧靠你的时候 我们就有平安在我们里面 求主帮我们这一阵 真的心仰望神 欢喜神 喜悦神 祝你 爱你 喜悦你 以你的事为念 多谢天父 天父你真好 耶稣你真好 耶稣你有丰盛的慈爱 你满足的喜乐 在你里面真的有无限的恩恋 在你里面有无限的平安 你是充满平安的神 你能够有能力将平安 持给我们 多谢你 我们欣赏你 我们享受你 我们从你得力 求主帮我们这一阵 将那些烦恶放下了 所有的烦恶放下了 所有重担放下了 所有不开心放下了 所有激气怒吵放下了 不要紧的 神会给我们的 我们有神万事足 多谢天父 赞你天父 我们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所有的 我们数算我们就会感恩 我们就会开心 如果我们数算不好的人 总有不好的事 我们不需要去数算这些 我们就说神一定会给我们 就算有人对我不好 不要紧要的 他不能够抢走神的恩典福气 我们只要爱神 神你一定凡事祝福我们 我们就轻轻松松 平安喜乐 就可以将平安喜乐 带给其他人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天父 求主释放我们的令 在这一阵 我们有什么重担烦恼 求主帮我们放下 我们想到 伤害我们的人 其实他们都很惨 他们都受人伤害 所以会伤害人 所以我们就放手 我们不计较 我们反而为他祈祷 祝福他们 当我们越去祝福他们 遥恕他们 我们的心越平安 我们越不遥恕 我们的心越难受 我们自己首先受苦 但当我们遥恕人 我们自己得福 求主帮我们这一阵 都去祝福这个人 祝福这个伤害我们的人 令我们激气怒吵的人 求主帮我们 不要介意他所做的 他们所做的是 不会影响到我们的 只要我们不放着心上 我们有神 万事足 神会给我们 我们越去祝福他 越去为他祈祷 和遥恕他们 我们越自己得福 求主帮助我们 整个生命都处理生命 行在神的旨意之中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有神万事足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有你真好 我们享受你 我们享受你 我们欢喜你 我们喜欢你 神啊 我们以你为乐 你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 赐给我们 我们以你为乐 你就叫我们 成家地的高处 你就提升我们的生命 凡事祝福我们 我们想到神你的恩典 想到耶稣为我们钉死 我们就感激神 我们想到圣灵 怎样感动我们 悔改信主 感动我们更新改变 也都帮我们经历 神的平安 喜乐 爱 和医治 我们就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的 大恩大爱 我们好多次不听话 但是圣灵依然很耐心 感动我们 悔改 用柔和的方法 我们心里就感激你 我们欢喜你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好像圣灵 怎样对我们 这么温柔 我们都是这样 温柔的对人 我们不需要用激气的方法 激气并不会改变事情的 求主帮助我们 更新我们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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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天父